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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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组织先机》 赛事就来到12月中 说得很快 今次回来跑谷祖的夜马 9场赛事的 6.8个字就会开跑头场 赛道的选用今次用B跑 转C弯 途程方面最短1000 最长到1800米 而今次两范的累积多宝 3T和六环彩都没有 不过更改大彩池汇游 再提提大家 首先夜马 大家都知道那些孖T只有4口 3T是5、6、7场 2口三宝和六环彩是4至9场 相信大家都知道 松化开仓都开始 已经普及了 很多马都运上去松化做操练 再拿回来跑 看看今次的情况又如何 又来到松化动态的环节 经过了一个星期的国际赛周 今个星期又回归到谷祖的正常赛事 这个星期刚刚过去星期 相当之精彩 星期三晚 何宅瑶首次胜出国际骑士錦标赛 绝不简单 星期日 即昨天 港队以3比1 击败外队 当然我的感觉 一赢赢就要赢 即金枪60 金串贵人 和那些浪漫勇士 都交到他们应该有个水准 当然外队也不失礼 不过始终主场都在香港 继续保持3比1的胜局 外队平赛 一直都是外队比较强些 意料之中 我想大家都外面法国队的马赢 都不出奇 先说回今次的赛事 今次未讲之前 做了个统计表给大家看看 这个表通常我都会一个月做一次给大家看 上一次11月份的时候 的重化成绩表 前三名就有些变动 较早前大家都会见到伟达的名字 见到吕建威 见到罗富泉 但你现在来到12月中 我计算昨天 名字已经有些变动了 你见到伟彭智上了来 可见伟彭智 其实成绩分布相当平均 现在他昨天已经突破了30分 变成绑手连下线 都越拋越远 但你看他在重化的着墨 都很平均 他在上面摆的马 都有20多只 赢了9只 你见大概三分一左右的头马 都在重化出现 所以我觉得分布平均 都做得不错 第二位是罗富泉 稳打稳扎 上来就是姚本辉 昨天刚刚赢了大数据 又是重化兵 反正刚才我提过 譬如好像吕建威、韦达 甚至高东来 来到这个11、12月份交界 就立了一点 其实还有一位 升到上第四、第五位 就是蔡悠漢 他都追了很多 看看稍后 可不可以爬到上前三名 但后面那三位更加值得注意 我上月做的时候 都是这三名牌最后 沈习城当然是厉害 昨天浪漫勇士又赢 头场华丽再胜又赢 但他们全部都不是重化兵 刚刚得那么巧 这个马房重化出来 出场的成绩 真是一样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可以留意多一点点 另外丁顾濤和容天鹏 更加弱一点 说回今次再次 今次有三只马 跟大家讨论一下 分别来自黎昭升 中间蔡寒 最远就是高冬尼 先说一下魔法速递 选了两货神租给大家看看 两货都是在重化的出跳 这一货你见他十月九日跳 他好像不数码很急 因为有只扣女在前面顶着他 前面那只就是超级黄蜂 勉强都叫拉得到 再来看这个十月十六日的出跳 其实他的感觉 比我们想他慢 他不太做得到 他有点心急 有点抢口难留 比我觉得马回到重化 他的变化不多 很多时候质身马 会去到重化的环境完全不同 会比较放松一点 成熟一点 但是这只魔法速递 用在他身上 似乎暂时都不太适当 我觉得他 都是有点自乱 有点生生地 第二只 就是这只碧海南天 是蔡汗的马 这只马 赛前看回原来 试了有六个大杂 这个是其中一个 就是第五个大杂 11月13日 当时已经加了个眼罩 我为什么不选前面 那四个给大家看 这个因为是千六杂 前面那四个杂都试得 认真似的 这个是第五个 还有一个第六个 也是重化市 那个稍后早着先机 大家会看到他试得如何 这个杂拼出个中外档 前面就是高分马 龙骨飞扬 和那些少哥宜的马 那他呢 其实压一下压一下 他是稍稍追跌 过了那边贴栏的大灯殿 的 轻轻开始上点力 就不算马 就是认真太差 初起阶段 但是你看到蔡汗一出来 就用些防邪不可 不跌 用眼罩 是少见一点的 那可能捉见 就马里的操控 僵口 都是一样的 那我自己评他 最多都是初起阶段 再来一只就是旧马 阳外高飞 这些马有什么值得看 从化呢 先看一只马跳 其实他跳得挺好的 轻松得来 有些急劲感 但是他又不算马 很狂 流不到 那现在这只马 已经是转了去 跑一些中距离了 而且你看回他这只阳外高飞 今季输了三次 三次都输沙田 今次回来自己主场谷草 当然一理他没有赢过 他赢了1200 但是跑马地 怎么都比沙田 再来 隔了一年半 没有去过从化 所以这些马 我觉得种种迹象 出了黄牌炮 可能今次有些想法都未定 小心这只阳外高飞 随时变身 好了 今次的从化动态 和大家先看到这里 我选择了五彭治和呂健威这两个马房 看那些报名出赛的马匹数量 你看五彭治长长都有马 总而知行不行也好 总而知先跑个量 首先 则就希望有 看看拿到多少成绩 我都不记得连赢了多少旗 另外 呂健威马房 今次总数 也有七只正选马 普遍都不会很热的马 半冷碗都可以留意 而骑士方面 又看看今次选了哪两位 昨天的国际赛事 结果田泰安成为骑士王 今次继续都会选他 其实潘顿都没有选择了一轮 但今次你看看他那手马 我想未必每一只赢得到 但可能草草草草的分 都随时够争 他和田泰安都跑足九场 首先量数已经够了 质素也不错 所以我想未必能够爆得出样 骑士王 至于停赛 受伤騎士也和大家说说 停赛騎士就是班德黎和潘明辉 受伤继续都是报名 要交代的事项就交代了 今次也多很多试集看 一起看吧 有透唱赛事看电影 透唱赛事是短途赛 五班一千的短途 状态较为醒神的五号、六号和十号 配备改动七号的喜喜利高 他眼罩有初戴交叉秘枯 另外十号码特工 试试初戴眼罩 先看神行百变 这一货我觉得和之前较有些不同 就是可能起步起得漂亮 便变双马 没有说抢口抢得那么紧要 但是你说色水是漂亮了 但都要再看看 反而这一货龙之威 就和刚才神行百变有些不同 他经常都比我觉得 跳起上来好像中下中下 那一货马的力度不够 他是脾气没有以前那么大 以前跑都不出 出场都不行 好 接着看一只威亡 他可能都是一只体型 都不是大只的马 过往都看到 曾经也回去重发 这些跳就以兔摘利 希望他定点 慢慢再看看 这只也是 胜在是质身 你说转变是不是很多 暂时都谈不上 但上次你见下来低班 他都较近了 起码都没有输那么远 逐渐逐渐好些 好了 会赢那些是否真的会赢呢 开心马 那怎样都好 你去到可能贵中 对手不是很强的局面 有一千 对来对去 都是很多对过的对手 他叫贏过 我觉得这只 开始慢慢稳定到 好下来情绪都好了 前面443就是万事有 满载归来 上次都大胜回来 这只万事有 都是路程专家 最重要是形势 上次被人抵抗 结果不行 这次排档好 可能又会远远 好了 喜喜利高 这些不行 又再试试另一样配备 总之 希望可以尽量帮到他 你看到 以兔交叉比枯宅利 一踏下去 他都好像挺抢口 另一只苏惟延马房阵内的马 就是用冠群鹰 他就是马房的第二选择 不过他相对于神兰百变 跳起上来还是劲一点 整个动作就不太放松 可能配备也有些关系 好 接着是钻石宝宝 好像跳下也不太差 但是这只马 有些伤患底 你也试试了稳定一点 我记得之前突然之间 有林祥很多人特别喜欢 但是也是一只健康不是很稳定 我觉得他的马 这只演出上也算稳定的特工 不过他就难赢了 走了转松化 今次也试了眼罩 试了这一集就没什么特别 因为赢的对手 很多都是很新的 不是这个路程的马 顺利出门 摆到前面走 结果一放到底 长期都是有状态的马 我想这些都是配脚之选 那我们看到这些试集 他用了一个这样的方式 下场跑再量度 那你又无疑在一个 早上神货所见 就是什么奥华威威 以前那些 其实这一马就好了 但是真的拼来拼去都赢不到 看看有没有机会赢 嗯 头场的赛事就五班一千米 经过了一个星期的大战 很多的竞马 明星马都已经跑了 如下的一个两个星期 我相信赛事水准会比较低 这个也是正常的现象 选择这两只 一些开心马和特工 一只开心马 我们都说过的僵口 就是越来越变得好 受操控的马 这只开心马很年轻 应该都可以继续上 至于你说其他 诺斑那三只 一二三 三只我都觉得一般 当然一号有些转变 但是能力落场来看 暂时又不是有什么追势 龙之威又是 之马有些脾气 我自己都是对它有些戒心 是啊 之前都说过那只开心马 其实可能真的去到难赢的时候 大家聚了一堆 那看看哪个形势好些 其实上次开心马赢 我想是一只马比之前 定了一点 这个是其中 佔很小的因素 我觉得 好了 如果它是真的好定的 上次就不会说给它一个防身眼罩 可能这个配件 也可以帮它稳定到 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 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健康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伤患记录里面看的那些 它也都因为在那组赛事里面 排到一个给其他对手好的档位 又可以摆到前些位置走 是否特别进步了很多 我觉得 上一次还走出去跑道的时候 踢到篮 踢到篮 但它都一样可以召赢 今早马是赢赢赢勢 五六十 还有四 其他临场再看 头场赛事都简单研究过 接着下来第二场 第二场继续都是五班赛 就是1650 状态好的马 我觉得怪兽豪俠跳得挺好 其他很多都是平均 三个马 超醒神 脏眼罩 初次绑利 上次 发出异常呼吸声 石师傅 重戴眼罩 先看这只今早出跳的重草之王 其实大体上 货货都差不多 你说找潘顿跳 或者其他助手跳 形态没有什么特别的转变 身都够壮的 外面那只超醒神 外面有各大盒 这只刚才康说了 发出异常呼吸声上一次 但是外观上 它是仰得挺好的 不过这些事情 已经很难计算了 这只都好了些 奋斗传奇 情况有点像那只神行百变 你看到它的收身 开始似的样子 纳得确定了 而且刚才说规矩了 比之前有进步的 也不是有一只那么快脚的 之前打算看它好了 现在上这个路程更适合 好了 满多幅 其实这只都不差 不过它是老味得 周身移来移去 不是五班的 这只有得够的 要再留意走势 这只也是 帝豪宽升 连续两次都能入得到位 当然两次 你看到巴道 都是一些freestyle 中断法力走上来 这次不是他跑 但他都胜在质身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少 好 圣制精英 纯粹就是跑回这个档 因为有田太安跑 他低头 应该会骑到尾 我是希望赚这些 外观哪有变过 这只马 再来就是 无敌精英 又是一只跑得很密的马 上个星期 其实C赛都出过场 那场超慢步速之下 拿了第二 但都可以 起码都稳稳定定 是 怪兽豪俠 是不是真的僵口上 这马 没有以前狂得那么紧要 来地都能跳 这些马 真的 这货 梁家俊都省下这只麒麟 其实不仅是这货 上个星期那货 都是入到直路 即是鞋两边拍下它 它交到快时间 但落到长跑 今年今季 这只麒麟 好了 石师傅 都没什么很大的转变 试下转个配备 看看能不能帮到它 卖便那一匹 来到第二场 五班的1650米 大家都见 两只马都没神租 因为跑得很密 喜步维加和那只珍珠哥 上个星期都已经出过场 我选了其中一只 就是这只喜步维加 我看他近这两次跑 一次下班之前 一次上一次下到五班 什么重磅 我觉得如果你说 步速就得到 他五班就能赢 这只喜步维加 当然继续都是被动一点的马 但是五班有点微利 其次就是 怪兽蠔合 我就贪他的僵口 跳起来 没有以前那么麻烦 你想想 以前在河梁的时代 不是很久之前 他每次跳都是拿难跳 然后另一只头 怕他走得太快 太急口 你看刚才那些神糟片段 他已经不是那只怪兽蠔合 尤其是巴一道跑 他可以让他放松一点 走快一点都不怕 最重要是顺一点 放松到 这只有机会是偷襲一下的 是啊 十号马 怪兽蠔合 是这一组里面 少有赢过的马 那这只都当然一定要要的了 你什么都好 他放在前面走 你突然之间 被他放得顺利 一定OK的 好了 其他七号马 星際精英 我都会选择 这些马其实都很久没有赢过的了 但胜在排了这个档位 在一个状态 操练的层面里面 基本上是不会有东西 变得到的 就是这些马 又是硬一点跳 又是那个助手跳 又是有些拉不住 基本上都是这样 但排这个档位 是会帮到他多一点 再数下去 就是四号马 的奋斗传奇 在神操里面 靓了一只 六号马 就摆明有质的 慢步速你又说走 快步速他又说要遵照 拆骑知识又走 看看今次中逆离跑 走不走 另外就是九和十一 都是选择一些会赢的 可以拖一下 第二场赛事都研究过 休息一会儿 继续第三场的赛事 这一组第三场 就是四班千八米的路程 五匹马有三只大帽子的状态 配备改动 五就除了面窟 六就多些改动 开逢眼罩、交叉、臂窟、扎、扎尼 全部都有了 是转了个别 除了防斜跑口含银 重了这个环形含银 先看这只聪明导弹 年纪大一点 又多可爱 跑着跑着 那些不适合 或者没有那么蛇情的路程 他都涌一下涌一下 真的都差不多是时候了 都聪明的 现在这样调 至于这只飞马将军 较早前我都觉得 那只马的状态已经来了 不过有时档位不就 有时步速也不就 结果就追不迟 千八一档 照样就很好发挥了吧 这次是黄金机会 都要小心 好了 好了 建策群鹰 上一次没有什么马走 结果就放在前面走 那是否真的比对 在重发的时候 又转弯又轮盡又等等 那好像是定了一点 规矩了一点 这只就是白晋绍星 今年跑了三次 三次都没有追势 在神粗 无样变化不多 所以这些马可能都要再等等 好了 再看看领头先驱 上次初出 又错大面窟 又除了摘利 其实在走规上面 它可以再稳定一点 那你现在看到这伙 周俊乐跳的 那我又觉得它跳得挺定的 这只就起快 都在重发 就回到香港 它在神粗 其实都算可以的 起码顺畅 出步都是四平八稳 今次用回比较熟手的何宅瑤 也转回比较 看看可不可以好一点 好 龙船快 那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推在前些 赚一点点形势 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很大的 在外观上变化 其实那些步 你看看 那些脚都是骂着骂着 这只最近都赢过 中华厉厉 前一次就赢了 近镜五十四 埋变就是石师傅 早上到现在 汗湿都没有那么多 可能天气都凉了一些 都有关 虽然都令勇士难赢 但是也不是差的 它是赢了刀力勇士的 好了 但球快活 这些就是了 根本难赢的 又被它弄回一局 其实维持状态 这只马的水平 马防又弄得好 这只马的质体也不错 至于这只全裁 上次赛前都记得粗练 比较高一点 结果出来就一般 都是意料之中 但这只马也算是养得挺好 它九岁了 都已经算是这样 好了 大登殿 很多这些马 何妍 一枝箭 它是小小的 色水也是比较漂亮 那些毛水的这只马 看看到时又能不能追 这只马 我认为外面更多 我觉得 这只马是五星四的 杨威四方 但跳下 反而我觉得这些形态更好 它跑了1800 没有上次太行太厉害 幸好上次都赢了 好 来到第三场的四班千八米 可以选择的马的范围都多 我先选择了两只 一只就是飞马将军 我都等了这只马一轮了 因为较早前三班尾 我都已经在搏这只马 但结果当然不够人家跑 但它都可以接近 但求快活就稳稳定定 这些也不求它赢的 希望第三名、第四名 会见到它 四平八稳长期见用 除此之外 你说好像农船快 甚至喜快 聪明导弹 都绝对是可以考虑之列 所以这组的范围都比较宽 是的 足不足马走 譬如三号马建策群鹰 如果沿用上次的跑法 都应该会用一个 比较主动的跑法走 足马的弹球快活 这些我想 怎样都不会被动 以弹球快活 其实维持的状态 水平搞得挺好的 我博了一只聪明导弹 终于在不太适合的路程 什么都好 没有那么擅长的路程 都冲得好 但其实这马千八 大家都不知怎样 可能会更加适合它冲 都未定 你说老马力短了还是怎样 那你真的要下场跑过才知道 但这马这样跳过 觉得挺好 十二号杨威四方都飞 第三场赛事 都很简单研究过 接着下来第四场 来到第四场 就四班千二米 撞大好的马有四只 配备转变二号明晋复星 脱眼罩 初次戴防沙眼罩 美丽缘分 初次戴面枯 初次绑利 魔法速帝今季初出 它亦都用防沙眼罩 好了 先看看刑落 落草地后面149 前面当然要留意 勁速威龙 一只相当好样的马 刑落神粗是不起眼的 很多时候拍吊都跳书 它的性格是这样 你又不用太介意 看看明晋复星在里面 外面就只有这只 韩国人 魅力之遇 还要后备补上 跑得近 而明晋复星 埋门都试了一个大闸 但是你说 说进步 好像和之前 没有什么很大分别 这个大闸 已经加了 今次第一次用的防沙眼罩 走外面 它来地擅长 这一组集 其实最好来地应该是它 同事前面有一些新马 中间第二就得力保驱 前面是得意省 副传大师那些马 但是弯位涌一涌 结果它又追不到上来 一直保持着第四 好像落场跑 试集 都未算是感觉很确定 有些失望 是维持着近上客 再看这只小子弹 其实很简单 你只看过外壳里面 这只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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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苗里得道 但是它跌榜赢的 其实那个榜 我想未必适合它 你看看别人的马开心 才能吃得就升榜 掌金大少 他亦翻了重化一转 但是这只马 今年的表现怎么那么差呢 不够人跑 也不是输得那么远 他试集也是这样的 好 接着就是今运内 又是没什么很大的进步 跑得对 可能 说真的 能力上 不过 也会好 但并且有些 有些 积极 都会稍定 这只马上 过来谷草 試試 時間寶,上次也跑了個第三 當然上次跑他就不是放頭的 但是C閘這個谷草閘放在前面走 結果順利一放到底 旁邊很多馬都要騎,起勝威龍那些 都追不到他 你看他的姿態都不錯,全程都是這樣按住 當然很多東西要搏的 第一次過來跑谷草 但是這一隻算是進度來得多快 還有一隻是黑白,兩隻都是 希望不要太過心急,隻馬可以定一點 好了,接著是皇帝英明 又是一隻外觀時常都搞得挺妥當的 不過進步就沒甚麼了 已經跑了,這些馬 等你們對手有錯,他就可以近一點 我經常覺得是樂家福那些 但樂家福不斷贏,不斷跑得好 好了,美麗緣分,看一隻星際精英 他也試了大閘才來跑 即是跑1650那隻星際精英 好了,美麗緣分,看騎士動作 叫他轉腳 我都不記得有沒有轉,很遲就換到 所以要一路側,好了,換到了 跟著這隻馬就順一點 但是你說轉了這個麵枯紮利 究竟會怎樣,我也不知道 如果你要吹噓他的大把東西 施雜時間,你看看當日快到 是呀,你經常都有很多不同的理由 即是原因、藉口去追這些馬 但他經常都令到大家失望 他自己一隻單跳當然沒事 但去到跑時,他便經常扯尾 好像現在這樣,轉來轉去的頭 一想他換腳,他不喜歡 他還未學會,他還在搞這些 健康心靈 前面那隻,反而這些有經驗 谷草千二的馬 即是,牠不會很熱 你拖牠無防,希望沒有血 這隻就是魔法速遞 經過了暑假之後,變化也不多 牠也有缺貨紀錄,不過很早 僵口繼續不行,翻了重化也不放鬆 貨貨都搶口難流 我看那些市集在後面吃泥 就好像很驚青 好了,天分高 這樣就彈了個閘 但這個檔位又是令牠相當難跑 基本上是維持這麼多水平 今季跑到第五場,看有沒有機會贏 這隻就上較了 都已經來到一個階段 是沒有什麼變化了 每次都差不多了 保持水準,看看有沒有機會接近 來到第四場 這場是四班的千二米 選了兩隻馬 一隻就是跟前一點的凝落 一隻就是後追的小子彈 我想盈樂也未必是一隻很超級的馬 但牠的演出算是挺穩定的 可以時尚扔著 小子彈就是這一組 我想跟那些時間簿差不多 有機會再衝高班次的馬 我覺得牠的能力過了無謂傑度 都越來越見得好 相知禮地都不是頑皮 牠都追近的 所以這隻馬是有態的 另外金運來可以拖 我覺得這些場口挺薄的 尤其是有隻美麗緣分在這裡 這麼容易出錯的馬 而牠又熱滿 那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是的 要賺到牠很厲害 都很厲害 那天試幾組 這個路程的試襲 美麗緣分 它是同一個路程裡面 最後那一組試 而時間是最快的 你當然厲害了 是吧 但如果說走規 說真的我真的不喜歡 你說牠有質 放在前面放 靠大布欖 突然之間贏到 不出奇的 但你叫我參與 我絕對不會 那牠又試過異常呼吸聲 又做過手術 那其他這些 卡拉卡拉的東西 那希望牠好 那選了一個時間寶 我覺得這一隻馬 反而大家第一次過來跑谷草的話 這一隻馬都有大閘 叫做有一點點依據 有合理一點點的分頭 美麗緣分 實吹到很熱的這一隻 那到時 希望時間寶可以定一些 其他的那些馬 時間關係都趕了 那臨場再跟大家研究過 四場賽事研究過 休息一會 繼續回來第五場賽事 這一組三班一千短途 熟口熟面的對壘 很多馬都 五匹馬較為便宜一點 配備九棟七 初出的初戴面窟 初戴頭罩 初扎尼 初勇還形口韓鐵 先看人禍家興 上次跑完 氣管有大量血 復課沒事的 那些什麼不良於行 那些日日的不良於行 那些我 我覺得沒事的 出來騎 但試完閘先敢游泳 然後就財財 新勝馬來的 他又是贏了這堆馬 其實保持這樣的水準 隨時有機會再贏 多場都不出奇 好了 加州得勒 真的好像都失望了 跳下了沒有什麼好大的變化 是不是真的第一 那裡上季那裡 砰砰砰的贏 好像到了瓶頸位 這隻就是鐵木儀 上次都對過那隻財財 中間卡了一隻英雄毆馬 經常都是跑那些馬 中央為主 身都真的挺漂亮的 神態可以 重大件事 一直生氣 好了 接著看這隻不可黨 他就缺貨 這隻做做 他一開始從香港跳 接著重發 他就說11月7日至11月12日 都缺了很多日貨 那你子彈速度 那你試襲放在前面 贏有什麼出奇 看看他到時落場又如何 因為始終都是缺過一日貨 是呀 有他在那裡 就確保前面都走得快 這些馬 但是他有時在谷草轉彎 他沒有沙田那麼正 所以為什麼經常都跑直路 就是轉彎有時欠一些信 好了 接著是浪騎仔 當然了 健康曾經有過一些問題 其實上季的馬有游泳 但是今季少了 最近天氣冷了 高冬來馬才轉彎 但是這隻其實之前都沒有了 好了 看看這些試襲先 跟前第二就堂不甩 而後面第四位就魔法速遞 你留意那隻魔法速遞 轉彎都是很輪盡的 就是頭額得高 頸頂得緊 又不轉腳 所以你見騎士 一邊疾訣它幾下 你都已經覺得它好像擺來擺去 那隻馬好像平衡差一點 儘口又不是那麼好 同一都是 也是一些粗身大馬 視襲當然不足 最多最多一對馬都是初起階段 好,接著再看看自己跳 這隻馬開始我記得試直路閘的時候 去閘後面的脾氣各樣東西都很大很大 我想這次初出臨場都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至於這隻就跑過一次,得心之遇 就全部走勢 當然它的身體還未算很漂亮 而且模式都是偏行一點 上次初出都不夠功夫,結果都是一般 好,萬眾開心 慢一點跳,它開始學到再定到 其實說真的,腳法我一向一般 因為它短促一點 但上次都贏得到,希望升班也可以 另一隻五彭置的馬就是運來勇士 這隻會擺前一點走 腳法已經定型了,它不是一隻漂亮腳法的馬 但狀態都可以收貨,對板 來到第五場,三番一千米 今次的三番一千就熱鬧一點 沒有之前那些對來對去都是那幾隻的感覺 侵了一些外來的對手,例如唐不甩 甚至沙田過來的得心之遇 或者好像不可擋那些馬 但我還是選一些菊草有根據的馬多些 財財這些經常都會跟進,大家都會種開這些馬 另一隻就是浪茄仔 這隻浪茄仔都挺具天分的 上次賽前沒試過健康有問題 好像不知腹腳痛之類 就退出了隔了一輪沒有跑 一出來馬上就得了,然後復課看它跳又漂亮了 希望這些都更薄一點進步 可以跟財財爭爭爭爭爭 我也覺得如果這樣計算 應該在表面條件上是優厚得很重要的 比對那些萬眾海參可能都會有進步 今季這樣落場跑得不錯 但這次它沒有重化,可能跑得默默了 但上一次贏是轉彎拖出去外面 那天是非常好的跑線,那天超馬應扣,那些馬全都贏 它就繞一個大彎 但升班它是會面臨了多了挑戰 我覺得這隻馬,希望有進步 其他就是二號限頭的,其他臨場賽題 第五場賽事,研究過,接下來第六場 第六場是另一組的四班千二 狀態好的馬亦都有四隻 配備轉變是6號的朗線浩斯 初次綁利,初用環形口含鐵 另外海南部近期都加了一個臉箍 好了,這隻精選威過來廖康銘道 一再都稱讚這隻馬,養得很好 上次猜不到它會放頭贏 起碼看多一點,這隻馬不一定要追人 好了,鑽石寶寶賣便 外面那隻是友誼喜悅 我覺得友誼喜悅,它仍然有點韌 未鬆得到 有馬拍緊一點,它好像咬著不斷去 上次都拼過了,這隻高明進帳 結果就不行,我想這些馬只追一次 上次這麼好的條件都不行,我就不敢跟 照例,陳粗都是有點不願走的 經常都要比住比住 好,接著是長華孝寬 數落很多隻方家帕 這次都挺邊線的馬,那些跑 有什麼聰明導彈等等 這隻馬都算挺企利的 上次又差點贏了 好,再來就是旅遊高球 這些也是上次跑得很好的 它已經在那裡一輪 接著可能等一些披繩,等一些檔位 額頭一向都有,不過這隻馬挺好狀態的 貴重沒辦法了,很多馬都需要配合形勢 才跑得好,雜馬跑 浪善浩斯,後面那隻是川河刑區 浪善浩斯來香港,都有很多大閘去做準備 這個大閘在11月底,又是過了離市 放在前面的位置走 再慢慢洩下去,鬆下去,它有的 好,外面那隻豐雲武士 埋面那隻粉紅衫,乘好運這些馬都要留意 我覺得這隻浪善浩斯的進度都可以來 前面462,後面就是乘好運 那隻豐雲重化回來 牠是有些厚的,尤其是有些馬逼著牠 牠會心急一點 所以市集經常都會放在前面,走未帶到 好像個勢,羅庫泉今季差了一點 希望接下來好 好了,想見你 我經常都說,這隻馬是腦子以前不行 意思是牠未成熟 現在成長了很多 定了很多,缺進步 再來就贏眼光,蔡翰的質身馬 這些都見到的上力程度不足夠 上次初出都一般 時間隔得短,應該變化不大 好了,這隻很大舊的 善傳香港 也是那些都是步步抱著這麼多 又沒有什麼特別看頭 我覺得沒有什麼變化 在外觀上見到牠就 好了,接著看看這組試集 先看看這組試集 方頭那隻海南寶很容易認 後面是後追的,武林自尊 這組大集都是這兩隻馬走勢較好的 中間還有一隻海船七幅 白鼻梁那隻都追上來 海南寶用了面孤,用了見習學員試 放在前面,有前有後 這次一檔,我想都是沿用這個戰略 牠隨時捱得近,或者可能偷雞都不定 武林自尊很遲趴著 過終點就追上來 好了,再套上耳套 你又看不到牠的白鼻梁 那個七字 牠都是放在前面走的 五彭子那些都是 大底上都是放在前面走的 很多隻都,牠是有這一招 希望再定一點,有些進步 這隻上次都贏了,萬事靈 但在神租,我經常都覺得 牠好像不多起眼 又曾經有些呼吸的問題 所以都是勁著勁著牠 但上次牠居然後追贏 這次都不容易跑 好了,接著又新幹線 埋便那一匹 之前都有一些傷患紀錄 上次跑完之後 右前腿不良於行 但沒有特別停過 來到第六場 另一組的四班千二米 選了兩隻內蕩馬線 一隻是精選威,一隻是長華孝寬 長華孝寬,我記得他較早前 上星期有一部拍跳 拍得相當勁 又不是一隻難發揮的馬 抽到內蕩、墨盜朗 應該都是正路要選的馬 除此之外,你說旅遊高球 今次抽到一個大外蕩 可能就會難跑一點 但留著追是牠的強項 牠可能會衝得近 四重才要拖 想見你,我非常同意豪言說 現在牠和健康心靈近期 跳得很好 當然兩隻都曾經試過有些血 驗到那些馬 但在神操方面 是值得稱讚的馬 精選威上一次贏 但看回賽後報告 其實牠都沒有明確指示 放不放頭 還是怎樣 但加了眼包給牠 可能有個flash 這樣跳出來快 擺前一走 今天叫做重現了真身 看外觀,廖康明這隻馬 保養得挺好的 即是跑完那些馬 但打搭贏 你要想一想 到時熱到甚麼程度 另外四號馬的長華孝寬 我覺得這隻馬 都跳得挺好的 即是在概念上 今次又麥道朗 又三檔又好跑 方家帕一直 每一隻我覺得都OK 另外七號想見你 希望牠會再學識定些 其實已經學到下來 是明顯穩定中而有進步的 例如其他那些 旅遊高球 你撿了個外檔一萬 騙一閘 然後縮在後面 其實我想牠一定會衝得又會近 我想那些三四五名的馬 就會比較難搞 其他那些 就臨場再和大家分析 第六場賽事都研究過 休息一會 繼續回來第七場賽事 這一組就1650來 四班賽 狀態FIT的馬 這組馬都有七匹 較為醒神一點 配備改動10 有心有型 除眼罩 以色、交叉、鼻孔都照大 好了 旺旺神區的裏面 外面那隻就是滿柱 旺旺神區沒有一個耳套 這樣拍 就好像太行 滿柱也是 可以再放鬆一點 這隻是時時庆心 三番四次 沙田也有點左 也追得近 當然他的走規不算很漂亮的馬 但可能會贏一些級數 過來這邊 多利神區 其實我覺得存在很大變數就是這隻馬 之前我都害怕在黎超聲裡煙壞了會不會 那個磅跌 不然 接著慢慢上回 轉路程跟前了 馬開始跑得好 再來就是 你知我得 又是另一隻不明的馬 這課是單跳的 上課當然印象深 就是怕擄游氣泡 當時也說他跳得不錯 所以這些都是有些搗亂大局的味道 好 香飄曼妮 都撒開大埔 鬆著讓他自己走上去 因為你這樣順著他走 那個姜誠又操控得 馬比較順 讓他開心地走 他起到圍 你讓他走就沒事了 頂得行就人馬角力了 看看試襲 包尾那隻就奮鬥傳奇 前面六三黑武就是高氣派 高氣派對前腳 是的 除了看他的出腳 這隻高氣派和他的跑肢 真的不太好 我不喜歡馬 經常都撒得太低 這隻是其中一隻 所以你見有時的操控騎士 都是要小心一點的 後面有很多馬都撲上來了 奮鬥傳奇在哪 差不多是尾尾的位置 都是跟跑的 好了 因為這隻馬都之前存在著這個問題 出腳、轉腳 記得初出那一局突然有驚喜 但其實跑落 他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反而這些可能都穩打穩擇的 這隻威威鬥士 當然他不會說還有什麼進步 說真的 已是伊布馬 但他等機會 如果你們有什麼閃失 他會撲得勤 長期見勇 黃隱福星 比對威威鬥士 這些會有進步 上次都不簡單 這樣放回來 這些時間贏 都挺聰明的 這一跳 這隻武林自尊 上次的潘頓 發揮得相當好 結果都是贏不到 沒辦法 因為你被動 有時真的追不到那麼多 但他很好狀態 這隻武林自尊 身多漂亮 有心有盈的千七集 八進少星亦都在後面 那些非為僥倖 那些馬 都在這裏有份試 我記得 而有心有盈 都很難搞的 我覺得 就算跑回他最首本 以前千二 頂到行 神操火合合 好像很厲害 不過到現在都不太跑得回 落場的話 看看他到時會跑得如何 這次再作出一些轉變 上來中距離跑 賣變 他有心有盈 其實近鏡那隻還跳得好 那隻紅中烈馬 但這些都是在回落的馬 你看到分數都不斷不斷減 有沒有拍過跳的呢 這隻馬 都很少 好了 贏貨超影 我就沒有緣分 第一次我就沒辦法 不行 那次潘頓 人家得了 然後年紀開始大了 其實這馬 再來就是 開心看子 又是一隻分減很多的 但是跑來跑去 那個模樣都差不多 那是叫個新收了 沒有之前那麼勇種 來到第七場 四班的1650米 這組我就選了兩隻馬 這一組都挺有暗勇的 因為很多些不明的馬走來跑 譬如好像時時清心 或者那些香飄萬里 高氣派 谷草1650到底是怎樣的 都不知道 那這隻你知我得也是 不過我喜歡它的獎上 台形相當吸引 黃隱複星當然是穩打穩摘 放在前面走 隨時又贏 後面至於有什麼四重座 可以想想 我想武林至尊 都可以考慮 因為它一定衝得近 一隻近期相當健碩的馬 要它十二檔 潘頓的劉芳宇做得英俊一點 希望這隻馬 淹完之後 其實你可以看它什麼時候淹 這隻馬的表現是怎樣 不過這組馬我覺得是全晚裡面 都較有得想的賽事 黃隱複星擺明贏過 你上面那些馬有哪隻贏過 近期 威威鬥士 可能你會覺得有憧憬 我也認為是的 那你到時衡量賠率 人家這隻還有進步的馬 又擺前面走 威威鬥士拖回 黃隱複星先走 其他馬三號的多里神區 我覺得存在變數 但你始終還沒贏過 希望它會好 另外十一號的贏科超影 就拖回它 這些馬 冷碗更好 第七場賽事研究過 接下來第八場 第八場是1650米 三班賽事 先看看壯大指數表 三隻馬都跳得不錯 配備轉變 二號的中城區初戴頭罩 除了防邪寶口含鐵 重戴環迎口含鐵 聖神威剛剛轉倉不久 除了面窟 也除了防邪寶口含鐵 重戴環迎口含鐵 另外首次上陣的碧海藍天 賽也很少 立刻眼罩 立刻防邪寶口含鐵 綁你就有了 十二機緣罪夢 初次用開防眼罩 先看看這隻智取神區 賽前試了個1600米的沙田閘 放在前面走 當然前面那幾隻馬 都是勁馬 輸給他們都好像很合理 不用管那幾隻勁馬 他自己的走勢也好一點 有些進步 跑完兩次這隻智取神區 可以留意落場的表現 還有我記得他跑過 但之前的試襲 他都不是很差 都是要慢慢再跟進 最後再落貨草地 開始慢慢再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穩定一點 當有權幫他跑得好 其實這組馬不強的 你可以看看其他馬 例如像這些中城區 轉來毛偉傑這邊就有初出 當然也曾經有些停貨 但那裡是轉倉的停貨 九月份的時候 近期有些拍跳 中城區走得不頑 接著看威武覺醒 都是跑回這些1650 其實馬就好像慢腳了 這些路程可能會更加適合他 之前兩場都是跑1200 有時那些賽事形勢 就是會對於這些被動型的馬 就拿位各樣東西都要如意一點 因為這次排了12檔 但試了一個大閘 已經油到滑瓦了 這隻馬已經 交叉鼻孔除了 上次已經 就是現在早上已經慢得緊要 就是支游得相當厲害的形態 到底他現在1650 是不是還是合適呢 還是要再長一點 就是要印證一下 轉變大了 好,接著看看這隻星神威 精選威又星神威 其實轉倉剛剛第一場而已 身體養得不錯 我覺得在五彭治上 但它是跌14磅 不像 好,看看這隻飛輪布 它也翻了轉重化 這支曾經有呼吸儀器的馬 演出當然不穩定 上次剛巧得那麼巧 一成為熱門,它又復發 所以有時教都沒有那麼正的那些東西 一冷門,它又聰明 中間按住沒有壓力都可以的 走勢順的 好眼光 外面就美麗喝彩 布大威猛那些馬 他放又試過可以 好了,跑到暖晒龍出閘 又那裡捱捱捱捱 又縮著來跑外檔 又被人阻圓 兜大灣游得 是上次不行 好,這次潘頓 我覺得還是要有戒心 好,接著看一隻碧海藍天 賽前試了很多個大閘 在重化試了六個大閘 初期的閘是完全不行的 可能都跟路程有關 初期試一些短的 最後去到第五、第六個閘 試一些千六米 下了眼罩試 它就開始沒有那麼脫 起碼騎下去有線 雖然這隻馬都屁下屁下屁下 但是就不斷 但是這些馬 你說一出轉那麼多 這個谷草灣難度極高 它也算是一隻不大隻 肯定這隻馬 看下去就在後面那隻 因為剛才你試習 它有眼包 有馬在外面壓著 它都一直自己不斷地捱進去 還要跑谷草都難度非常大 這隻論文來到這一組 我覺得質素能力 都是有點超弱的 尤其是用得少 過往 現在這隻馬的色水越來越漂亮 都應該是黃金機會 好了 接著是楊愛高飛 這些如果可以的時候 你又會突然之間 都是有分 這些馬都已經 但是其實 你拿著這句話說的時候 它輸了很多次 不過這樣 你說既然成為冷門 有時你適合心水 就扔它 講粗練根本就沒有變過 試習這樣又叫做輕輕比下去 有得追一下 但是我已經很久已經說過了 這隻馬有時跑跑下的腳法 有權會亂動的 跳就經常都跳得挺好的 這隻楊愛高飛 不過那個上名率 那些勝出率 就不是一隻那麼高的馬 這次輸了幾場沙田 回來跑跑馬地 不過這對手又 這場馬真的不多 這場馬的對手 好了 馬爾代夫 你說牛底質 這馬好像比對之前 真的適合了一點 我覺得 是吧 是 好 這隻就爆過冷 之前精準快車 都是一隻很狀態的路馬 只不過來到三班 就要看看對手或者走位 因為這隻馬都挺欺人跑的 幸好喊少禮都沒得行 還要在外面有得蓋 他喜歡在外面蓋人 好了 赤馬洪峰 赤馬洪峰和精彩勇士 我覺得很相近的馬 兩隻都是長期穩定 成材這些馬 不過形勢未必造就 前面 《機緣醉夢》 上年那隻就是富喜來 這隻《機緣醉夢》 都算來得挺快 落場跑幾場都近 經常都覺得他好像模式偏淡 好了 來到第八場 三班的1650米 這組選了兩隻馬 一隻是明顯的論文 看看到時熱到什麼程度 如果不是太過佛尾 絕對是值得搏勝利的馬 其次就是仰岸高飛 剛才我在重發動態都說過這隻馬 就是有些少少不同 跟之前的手法 另外那隻聖神威都可以撐 因為我今季說過幾次 其實他跑短就不太適合 跑中距離或者好像亞洲騰王那些馬 上千四、1650米就會合腳發一些 這些馬都可以想想 細鳞把馬不強 到時再找腳 膽我覺得非論文不可 基本上由這隻馬上季來 一直說不錯馬 不錯馬 但是是瘋的 腦子不行 經常很心急 可能在高八身做的功夫 都不能夠抵消到他要用的體力 他就多能量 久不久出來又要慢吃 那隻馬就瘋了 腦子又不放鬆 他又不適應 現在你看這隻馬 都完全不是那隻馬了 已經定下來 這次也都再重發 再回 再慢慢做完 再回來跑 我覺得這個動靜上面是做得非常好 這隻馬也都配合到 希望羅富串可以贏回場 這隻 對手不強 1號自取神居拖 10號可以冷門拖 12號機緣聚夢 這隻也是有變數 但是這隻排九檔 沒有食、沒有論文那麼好 所以就退了下一層的配腳 第八場賽事都研究過 休息一會 繼續回來 先來尾場第九場賽事 這一組是三班千二的短途賽 狀態fit的馬 有六匹馬 三隻大帽子狀態 配備改動2 初出、初澤里 初用環形口紅鐵 5號半掩防沙 除了它 重單眼罩 8號初澤里 9號進補初大棉褲 札里照舊 另外10號初出馬 高進名區 初澤里 初用環形口紅鐵 先看看試集 八進巨星 裡面浪茄仔 其實八進巨星 也是一隻 應該跑短途 他會是挺好的馬 但問題就是 他的情緒 有時就未必那麼容易掌握得到 你前面放一隻 危多科 你不斷射 他自己不快 現在跟著你 他自己都逐步上來 鬆內比內有 其實最有權 全勝的 我覺得是這隻馬 當然 他跑完上次 跳完三課之後 曾經缺過三個幾星期的課 是呀 所以為什麼呢 這隻很少見高東來的馬 九月份跑完到十二月才會再出場 那些馬 但現在他學懂得追一下人 剛才你見試集 都是懂得跟著馬跑 都是有點不同的 好了 川河營區 他喜歡鑿頭下去 以兔扎尼 OK的 馬仰 你這樣走出來看 小小樹尾 未必是這麼短 這隻就粒粒亮 經常都看下去 勇敢巨星 馬身亦都做得挺紮實 你看到線條 這兩次都跑得不錯 兩次都上得到命 他都是一些菊草的能手 好 接著看看試集 又有運高八斗 掌金大少 掌金大少 覺得越來越變 都好像很奇怪 一做不對 就算做對的跑法 他都好像自己都散了下去 好了 運高八斗 這隻亦都是在功夫上 因為上次跑完 遲了復課 十一月六至十一月十二日 我覺得遲了這樣出來做 不過幸好 其後就正常做 試集 但出閘過後 又不是很困難 這隻運高八斗 我似乎是分 都有點摸頂 雖然它是一隻很中心的馬 挺肯跑的 場場亦都會接近 但又有些缺貨 加上始終都不是 駁運的對象 好了 接著就是一代天驕 說了那些 都是較為磁服貨的馬 運高八斗 是其中一隻 一代天驕也是 這隻馬上次就 很多血 內規鏡檢驗 就有氣管 接著又休息 10月30日 停到11月6日 遲了出來 好了 加上一些馬呂 香港真的 那些馬呂都不容易搞 可能佔的比率不多 但真的成功的例子 不多 不是沒有 好 上次賽前這隻一代天驕 我覺得它跳得很好 結果我也拼了它 又是健康問題 好像超醒神那些馬 沒辦法 一定會有這些風險 大家要接受 好了 有才有勢 我覺得 中間就是明進覆升 後面那隻氣勢 我覺得有才有勢 如果在這一組馬的狀態裡面 應該都沒有什麼馬 好像比它厲害 可能人人之寶 是 這隻有才有勢 上次的加里跑都差點贏 伏火繼續翻重發市集 但這一組集 都叫做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 說很大的參考價值 其他四隻馬都有位 氣勢 中間就大眾開心 外面是龍之心那些馬 它全程都在這裡 摔在馬尾後面跟跑 它又沒有特別轉位 一路全程就是一路過幾身位 這樣調著調著回來 姿態就輕鬆的 我還記得開跑前 還說這個麒麟合作 都好像沒有一隻得 就鏟進來 好了 合火紅心 這隻都可以 又是轉了馬 即是一路搞下來 在阿沈集成道 上季未證明過 三班外檔 現在今季交回了 只不過是保持 好了 看一隻環漢金招市集 外面就是中城區 環漢金招是一隻很容易認的馬 因為它是律式的皇馬 喜歡鱷頭 有大白臂 嚴格來說腳法不算很漂亮 但你見到潘頓 艾道娜給了兩部 他都有點反應 但這隻馬的傷患就得人驚 那些喘鳴 經常都是纏繞著 肯定是一隻很好的馬 潘頓來的 但好像不換腳 跟著喘鳴摘利 有這些馬 你怎麼敢很大力參與 看看這隻進補的試襲 它也加了一個面孤試 試襲不會試得頑 因為是一隻有狀態的馬 但其他馬又如何呢 譬如你好像銀王興錶一樣 昨天又是回來驗 沒有東西 但怎麼會輸這麼遠呢 那些馬 就收慢了 因為前面的馬 刺得到它 順勢就收慢了個終點 好了 再看他埋面那隻 進補 外面就美麗緣分 你看美麗緣分的尾 是很癢的 不過那些馬是生的 進補也可以的 對手不多 排過好檔 擺前一點 轉配備 有新鮮感 再來就是高晉明區 他也埋面試了個泡馬地雜 放在前面走 有什麼馬是會的 即是一時間聖尾 我也真的想不到 那隻會展 藍衣白袖那隻 會展 也不知道有多少號 好像會展2號 放在前面走 順帶到尾 不過這隻高晉明區 他也是重化兵 好了 再看他的單條 曾經有過一些傷患 所以來到香港 一段較長的時間 就沒有跑 還是很緊 試襲試得好 在化學局的我都不能夠作準 這組重化試襲 今次幾隻馬都可以跑 人人之寶、喜快和人磨加興 12月初的重化試襲 這組襲 擺前面走 看到人磨加興 中間那隻就是爆笑 至於人人之寶 捐了內蘭 也好 馬騎進去 挺好的反應 至於那隻喜快 雖然它比較黏 但是騎進去是有的 也追了第二 所以這幾隻馬的走勢都可以 好了 再看他的單條 已經維持著氣勢 一直做下來 又重化 其實 說真的 我覺得這隻馬根本相隔得太久 沒有跑 基本上要跑 再贏 根本一早之前都要… 精彩勇士這隻馬 就… 仰仰仰仰得挺好的 但是近這兩次 首本路程都不行 可能都要再等一下都未定 來到第九場的賽事 三班千二米 這組選兩隻都是狀態好的馬 有才有勢 還有人人之寶 有才有勢 其實上次行圈都很漂亮 不過我也覺得 三班是否夠的 結果從大外檔追上來 幾乎贏了 還要加理 所以表現都有點驚喜 其他勇敢巨星見靚 一代天嬌有健康問題 不敢搏 所以有時跑馬的風險多高 你看看昨天金鑽季人 回來也驗到有事 幸好過了終點 所以有時不要賴得了馬 又不行又不成 有很多原因 賴一下自己 可能看錯了也有 這是很正常的 我覺得 六號、十一號兩隻馬 大家都會稱高盤 我自己情意極點都選擇十一 人人之寶 但其實我也說了 你看人家 我為你 適合賽程 跑跑跑 可能如果人人之寶 再英俊一點 根本贏到第三、四場 不過現在怎樣也好 保養一隻馬都這麼好 想到那樣東西 做到的 說真的 我覺得這隻馬 就算上三班 過去跑沙田千四 這一隻人人之寶 都未必怕你 都有機會贏 所以繼續跑回菊草千二 我覺得是嚴短的 不過一直下來 他的流程搞得這麼好 配合得到 回從貨做的 我覺得這隻好 希望不要被動得那麼緊要 而被有才有勢 主動了而抽到他 有才有勢 上季上了三班 好像不夠抽 但是馬可能成熟了多了 他現在上三班 可能這個時段不太強 那馬 都一定要要 一百進巨星 我最害怕的是 如果突然之間放頭 著數 他是快閘的 就怕他放到底 小心這隻馬 臨場再看 第九場賽事 都研究過 看看今期選了什麼馬 我就繼續選人人之寶 勢頭勁 我就選這隻第五場的浪茄仔 重複多次 接下來的賽事安排在星期三晚 跑馬地又有九場的夜馬賽事 頭場開跑時間 六點四十分 即是六點八個字 到次再跟大家分析 拜拜